这场比赛可是整个赛季最吸引人的较量啊 我已经等不及了 今天的比赛可以说是万众瞩目啊 双方的球员都是世界级的球星 完全实况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完全实况为您带来的比赛直播 他们会如何开场呢 贝尔伯格 船中好的话他们就有可能进球 他能够创造出机会吗 我们都希望能够早点看到进球 但是现实却离我们的想象有很大的距离 他能找到队友吗 他会果断的射门吗 球被门将牢牢抓住 线球位置不错 切尔伯托切尔瓦 去给了永贝里 怕他被绊倒了 裁判员指教了点球点 我非常支持裁判的判法 因为办公队员是不可能碰到球的 这个点球真是个绝佳的机会啊 这个点球很 多么漂亮的进球啊 他用右脚射门 球迷们对自己球队的表现一定非常满意 漂亮 交给亨利 他代球前见 他能射门吗 亨利 哎呀 球掠过了衡量 后卫们需要对他进行贴身紧逼 这个球给他们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那很及时 这球给基尔波托希尔瓦 亨利拿球 他在找队友接应 会射门吗 这是个非常精彩的进球 他们把领先优势扩大到了两球 比赛打了三十分钟 他的射门直取中路 两个球的优势可能已经在心理上摧毁了对手啊 佩地 比尔波托希尔瓦拿球 比尔伯格 射门的好机会 比斯打 这时候射门是对的 但可惜打偏了 他应当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吧 只可惜最后没有能够完抢的很漂亮 很好 球抢了回来 他从右边进攻 能有一个妙传吗 碰力 哎呦 擦着门柱啊 贝蒂 多久给基尔伯托希尔瓦 贝尔伯格 大力远胜 球进了 进了 进了 太神奇了 这球进得非常漂亮 他们现在的优势很大 在上场比赛的商庭布什阶段 非常漂亮的左脚射门 他们进地创造出机会吗 往那很漂亮 米斯塔 他在找队友接应 他能射中球门吗 球进了 太漂亮了 精彩 又一个进球 下半场比赛才刚刚开始 他将球准确地送进了左边的死角 伟大的左后卫要更加凶猛一些 防线很稳固 他能射中目标吗 球射得很漂亮 从右边偏出了 防守队员必须要阻止对方拥有这样的射门机会 他似乎要单战了 他就是米斯塔 贝尔伯格 他们有机会在右路取得突破 球到了危险区域 这个球要球迷们失望了 这个球防守队员给射门的队员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守住现在的胜果 贝尔伯格 泽鲁布托 鲁布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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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传向了边路 大门 他可能是走人了 球打偏了 我们都希望能够早点看到进球 但是现实 锋利 机会已经出现了 但射门质量还需提高 之前的配合比最后一较射门要漂亮多了 在控制之下 球还没丢 很好的传通机会 队友要接应啊 应该是有身体接触的 是点球吗 是的 裁判只将了点球点 这个球判得毫无疑问 机会的 这个球还在拼抢中 防守很不错 门将可以松一口气了 左路的防守队员有麻烦了 比斯达 胡多尔 他们夺回了球权 锋利拿球 会射门吗 锋利 难以置信的进球 他们大获全胜 中场拳打尽了一个漂亮的进球 这次进攻以一击高质量的射门结束 球接住了 这个传中球太低了 被后卫挡了出去 脚球 地面球配合 下地传中 下地传中 他得到了球 他把球打到了安全地带 又一个脚球 看起来要摆脱后卫了 勇为离 射门的选择是正确的 执克西打偏了 他知道他必须把机会转化成进球 占据了主动 找到队友了 他会怎么处理呢 他白白浪费了这个机会 后卫居然让他有空间起脚射门 防守 防守做得不错 阿什利科尔拿球 转球了 胡杜尔 借乌阿特隆 继续进攻 机会很好 阿什温 彭利拿球 他在寻求配合 还有机会射门吗 比赛结束的哨声响了 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比赛简直是一边倒啊